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2024台北灯节即将登场 主灯呈现光荣亮相 搭配纸意艺术和全新编曲 闪耀整个城市 台北灯节主灯呈现光荣 台北灯节主灯呈现光荣 率先在灯节记者会亮相 主体高达10公尺全金属制作 创作者杜清祥以一纸成型赋予作品生命 同时搭配音乐制作人K6 刘家凯为主灯展演全新编曲 我觉得是一个缘分 因为刚好我儿子也属龙 然后今年他刚好在过龙年的时候 就会满12岁 所以我就想凸显文化传承 把这个文化传承的概念 带到音乐上面 然后所以从西门丁 有很多的流行音乐和电影 然后甚至于歌仔系 都在这边是扮演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就取样了歌仔系里面常用的 《五声音阶》其中两个音 然后在发展 在随着主灯的演进 然后发展成最后12个音都用到 然后也刚好就是 对我的儿子的一个感觉 就是他今年12岁 那我觉得就把这个东西 在音乐上表现出来 也增加整个在 大家在看主灯的时候 好像可以感受到 磅礴的电影感 那这一次台北灯节 我们在一开始的设计之初 其实我们就投入了 非常多的环保 还有持续以及再生的 这一个设计的元素跟概念 去做共同的打造 那我们希望呢 可以用所谓的策展的 艺术策展的理念 来带入这一次台北灯节的 整体规划当中 所以我们用 我们邀请了非常多 跨界的艺术家 甚至一些艺术从业人员 跟我们共同打造了 三个展区 当然包含到了 我们的北门展区 在我们的北门展区呢 我们这一次一样 为大家包含了 我们所谓的360度 光影雕塑的古迹 上面的一些光影作品 那当然还有到了 我们的中华路的展区 这边呢 有着我们在地的艺术团体 与我们共同打造的 非常多潮流艺术的 一些灯饰作品 那接着到了 我们的西门展区 在我们的西门展区这边 除了可以见到 我们非常巨大的主灯之外 同时还有一座 我们以红楼为第一人称视角 所打造的 红楼祭祀的作品 它将带领着大家 穿越这个所谓的 西门丁的文化历史故事 一起去探索 这个西城的一个历史由来 那接着当然在我们整体 这三个灯区当中 我们用了五间段的 所谓的光环境的方式 去做缝合 那我们希望更多的民众 到了我们的台北灯节 在逛灯会的同时 它是无间断地感受 我们这个光影的魅力 那同时在这个当中 我们希望在这一步一景里面呢 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去感受到 我们邀请来的插画家 书法家 还有我们的在地潮流的艺术家 他们共同用心去传达的西门故事 还有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一些精彩 我们在整体的布置当中呢 我们希望是可以邀请 所有的国内外的民众 到达了西门丁之后 可以去寻找 追寻着我们这个龙的足迹 去找到大家传承记忆中的台北的故事 同时也可以去创造 全新的在台北的回忆 事实上龙是象征 我们华夏精神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精神 在我们宫庙 在我们艺术创作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够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没什么了不起 刚好加上我本身是有军人退伍的那种 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他里面有一句话很感动我 他是说天地有正气 杂然互流行 所以说龙在天地之间 他是一个气 他是一个旋体 他是正气 所以就把那个概念 意念带入这件作品里面 相信等一下大家来看的时候 一定会被他感动 登节场域选在西门丁到北门 将西区草根新文化故事 透过登主呈现 活动从2月2号开展到3月3号 为期一个月 让国内外游客尽兴规划游城 观传局与产发局也串联周边商圈地下圈 并规划一至三天不同深度的游城 判带来更多观光效益 到时候呢 像包括我们的这个纸雕艺术家 我们的杜老师 还有我们的这个K6 我刚刚叫 比较习惯你的名字是K6 他是我们苏打绿的成员 所以在音乐制作上面 也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相信呢 这次的组合 一定会让大家感受到 虽然是一个传统的灯会 但是在又很有草根文化的 我们的宫庙全部都会集合我们的力量 来迎接这次的台北灯节 那我们也透过产发局的协助 跟周边的像西门町商圈 园林商圈 还有台北地下街等等的 我们都做了一些相关的配套活动 希望民众到台北来除了赏灯之外呢 也可以到商圈去 看看喜欢的东西 买一买喜欢的东西 我想到台北来参观台北灯节 会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 这次灯节分为西门北门 及中华路三大灯区 西门灯区有主灯 北门灯区有光影雕塑 及互动式作品 中华路灯区找来在地艺术团队 打造潮流灯饰 三个灯区以光环境缝合 让旅客探索龙的足迹 同时无间断感受光影之美 记者温文俊台北不到 另外2024台湾灯会 将在2月24到3月10号 在台南市高铁区及安平灯区点亮 今年首次设计为 能装东西的小提灯 小笼包兼具实用和收藏功能 三二一 交通部长王国财 交通部观光署署长周永辉 以及台南市长黄伟哲 一同揭开主灯 融来台湾神秘面纱 2024台湾灯会将在台南举办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 台南有幸在睽違16年后 再次成为台湾灯会举办的城市 而交通部长王国财希望 今年灯会的主灯融来台湾 能够吸引更多国际观光客 融来台湾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台北 来共同跟我们交通部 以及光署署共同主办主持 这个我们2024年融来台湾 台湾灯会的主灯以及小提灯的展示 我相信在睽違16年台湾市作为台湾的文化鼓督 也迈向台湾400的时候 我们更能迎来台湾灯会 我非常感谢消防部以及光署 能够让这个活动 有这么让大家可以惊艳的 不管是小提灯或者是主灯 那作为地方政府 我们一定全力来配合协助 也希望各位好朋友 作为台南400的共同见证者之一 共同迈向这个里程碑 台南400我相信一定能荣耀台湾 也希望台湾灯会在台南 在2月24日到3月10日的时候 一起一定要来看看我们 美不生收美轮美奂的灯会 能够作为地方的首长一起来迎接 我们相信这个精彩程度一定是不亚于 在2023蒋湾市长所 以及柯文哲市长共同 这个作为地主的这个台北的台湾灯会 那我相信这个观光的人数 由于观光署全力来协助 那所以说今年来台南看台湾灯会的人数 国内外一定是可以屡创新高 那现在说人数好像太感觉怕讲少了 那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打突破人数的新高 也希望尤其我们白天有篮展的加持 晚上有点水风泡的加持 所以说尤其年轻朋友们 看完灯会之后晚上再去冲泡城 那这也是非常刺激好玩的事情 今年是台湾灯会第三十五届 那因为是红我们观光署深格 还有台南建成四百年 所以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 我们今年会在高铁还有安平有两个灯区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设这个主灯 融来台湾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这个朋友都来台湾 那另外今年的小提灯 过去是非常热门的 今年是用小笼包的这个设计 也非常的可爱 那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全国 或是全世界的这个我们朋友 都到台南来 主灯融来台湾 主体高度18公尺 含底座总高度达22公尺 创作灵感来自台南大天后宫 电前石柱 飞龙神韵及形态 并采用太阳能发电科技 大幅降低总用电量 展现台南永续发展理念 这座主灯一开始我在设计发想的时候 是因为我去过台南大天后宫 台南大天后宫历史悠久 它的镇垫前有两只石头的龙柱 盘龙浅游的样子 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 那今年的主灯呢 如同刚刚市长也有提到 台南在四百年前开始了大航海时代 所以这一座金龙呢 它潜游出海 奋力向前的一个动态的模样 也是我今年想要呈现的 那么大家现在知道说台南 它有非常举世文明的一个光点 这座主灯上面我们结合了一个材质 叫做EPA的回收 所以当大家 藉由这个主灯 大家要知道 我们台南不但能够藉由太阳能发光 我们还能把太阳能运用之后 这个材质真的做到永续的精神 这座龙的双臂 我们结合了一些大的机械转动轴承的部分 勇敢地去尝试挑战 让这座龙这么大的一个作品 也能够做到科技跟机械的动态 今年的小提灯设计 则是将龙变身为可爱的小龙包 龙头可以放入轻量的随身物品或小玩具 龙身变成长背带 除了可以当提灯使用 还兼具玩具收藏功能 受到小朋友喜爱 今年在造型上呢 我们就是把瘦长的这个龙头 转变成圆圆胖胖的造型 然后龙其实它一般的形象是比较凶猛的 然后我们也把它改成笑眯眯的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更喜欢它这样子 那这一次就是我们把龙头放大为主体 然后龙身的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做成细长的背带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背在身上 很轻松的逛灯会 那另外呢 我们也把龙土珠的这个概念 融合到这一次的设计当中 那小朋友可以在这个龙的后面呢 把自己家里面的玩具 或者是小零食小玩具 每个小朋友家里面都有很多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包包里面 然后把后面的这个纸扣索紧 然后呢当它的龙头 龙嘴巴张开的时候呢 这些小玩具就会咕咚咕咚的 从嘴巴里面吐出来 对 就是有龙土珠也希望给大家带来好运 那希望这一次的小龙包小几灯 可以让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表示 元宵节开展的台湾灯会高铁灯区 将于2月24日至3月10日热闹展开 为迎接台南建成400年 2月3日安平灯区将率先起灯 邀请大家一起来台南游玩赏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市内湖区惊传一起公安意外 移动新建大楼5楼工地 1月2号晚上被工程发包商 发现有两名装潢工人 导卧在置物柜内 紧销货报赶到现场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详细事发的原因 仍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救护车迅速赶抵现场 救护人员入内抢救 这起公安意外发生在台北市内湖区 移动新建大楼5楼 工程发包商在家属联系 后到施工现场查看 发现两名装潢工人 竟然倒卧在置物柜内 没有了生命迹象 内湖分局方面 货报后立即前往处理 初步研判 现场并没有打斗痕迹 或外力介入情况 从白天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两名工人正常走进大楼内 由于案发现场有浓厚的有机溶剂味道 警方研判 两人可能在施工时 因为吸入大量 有机溶剂中毒昏迷后 倒进柜子里 警方已经报警检察官相验 需要厘清事发原因 记者张启辰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安区立委候选人 苗博雅 邀请总统蔡英文 在YouTube频道上一起制作巧克力 同时也大聊选举金 让甜蜜的滋味 舒缓选战紧绷的氛围 这里有五块 是我们要把它搓圆的巧克力内心 就有点像搓汤圆一样 把它塑造成一个圆形 在甜点师傅的指导下 总统蔡英文和台北市大安区立委候选人 苗博雅 一起搓着手里的巧克力 最后完成一颗颗精致甜点 总统幽默地说 卸任后美式可以考虑兼职做巧克力 这个量很难拿捏 我觉得我好像用太多了 我会尽力地把它做好 但是做不好我也觉得OK啦 本来还想跟他讲 我不做总统没事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去做part time 不敢不敢 上次你去配音那边看跳舞 你也说你不做总统之后要去跳舞 那只是选项 我没有说就是那些事 我讲话都有留意地的 一起制作巧克力的同时 两人也大聊选举金 总统也点评苗博雅的表现 政治人物的未来性 你会觉得这是你在考量 你怎么选择政治人物的其中的因素吗 我觉得他面对政治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除了专业以外 你跟人民感受的那种那种贴近 你讲出来话他就觉得说 这就是我的感觉 对人的感觉要抓得更稳 这真的蛮困难的 因为其实我也想要沉着跟沉稳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民意代表就会选不上 所以 你还没有到沉桌跟沉稳的阶段 还没到吗 你还是要锐意进取的那种 好好好 那谢谢总统 破除我心中的这个心魔 我也想要问一下于轩 人民投家你是主人 你觉得我们国家未来的立法院 会需要怎么样的人 来做我们的民意代表 对我来说 一定是选择正职的人 我相信正职的人 无论如何做什么决定 他都会以这个为标的 那总统 怎么样的人适合来做 我们国家里面的监督者 很多的政治 他牵涉到了 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 那你要在人民之间 维持一个平衡点 那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立委呢 他不但可以去感受人民的感觉 他也可以 为这个国家的政策方向 一起来思考 所以有时候会看到 有一个政策出现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立委 蜂拥而至 告诉你说 这个被基层骂了 但是他们讲完以后 有些他会讲说 但是我觉得 有一些东西 我们还是要坚持 一方面他表达的是 人民的感觉 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理解 政府在政策上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思考 很多民众会觉得说 你做一个立法委员 你就是应该要把政府好好的监督 那有时候会跟政府的意见一致 那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立委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观点 对很多民意代表来讲 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 他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 他必须要跟他的选民说 我就是要替你们做代言人 去跟行政部门 来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讲好 对行政部门呢 如果你们谈好 你也要回去 帮行政部门去说服你的群众 换句话 沟通能力要很强 表达能力也要很强 这是我们对立委 他所扮演的角色里面 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你刚一直反复提到理性 可是选举经常是感性的啊 选出一个理性的立法院 现实政治上有可能的吗 觉得现在台湾社会的选民 其实他要求的更多 你对很多的事情的判断跟讲法 是不是一个理性的讲法 他不会是要求你跟他想法一样 他会听你跟他讲什么 他觉得是有道理的 我希望下面讲的不会被剪掉 我也看到你在电视上讲话 我觉得你讲的说服力都蛮强的 一个好的立委 必须要有一个说服的能力 还有一个感受别人的心情 跟感觉的能力 这两个是重点 谢谢总统 因为我确实还需要再更加强 我感受别人的心情跟感觉的能力 这一点也不差啦 真的吗 大安区在地青年创业的知名品牌 将法式巧克力融合台湾元素 越上国际 我们其实是非常专注在做台湾风味 尽可能把台湾文化 融入巧克力之中的一个巧克力品牌 今天你带来的三款的巧克力 是屏東的茉莉花 金桔柠檬 柴燒的黑麻油 哇 黑麻油 麻油的味道应该不太突兀 不突兀 基本上入口的时候 哦 这是巧克力 但是第二回的时候就出现麻油的味道 慢慢气味就散发出来了 我想请教一下 雨萱你把这样的产品 有曾经带到国际上面去过吗 有 他们最喜欢的一款就是这个麻油的味道 哦 真的 他们都很惊艳 因为他们对于麻油的认知 也是都在中式料理里面 咸食才出现 那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出国学习 这十几年下来 你在国际上的客户啊 或者是其他的同业 对台湾的认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十年前的时候去巴黎去学艺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常常跟别人介绍说 我来自台湾 他们都会说 泰国嘛 这几年 他们一看到我们是台湾 他们就很惊喜 然后就会过来 不断的跟你分享说 哦 我去过台湾哪里 我喜欢台湾那什么 我们现在讲上架台湾 其实很多人每天在做的就是在上架台湾 从进军国际的巧克力谈到把台湾上架国际 苗波亚提问总统有认真在做上架台湾的事吗 蔡英文总统给予正面回应很认真的在做 要让台湾给人一种平稳厚实的感觉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说到印象派画家 莫内 马奈 泛国等大师的名画 可说是无人不小 在华山文创园区整出的印象派 一百五十周年光影艺术展就邀请到欧洲金奖团队制作 以最新的科技还原油画的纹理笔触与层次 让观众不但能近距离观赏巨幅莫内立体还原画外 还可以亲手触摸感受 印象派大师莫内的油画运用现代科技让名画动了起来 还有透过AI技术生动的还原范古字数生平 1874年印象派大师莫内的印象日出 在巴黎独立展览中首次展出 掀起艺术史上的格型浪潮 印象派一百五十周年光影艺术展 结合经典画作与现代科技 让观者用不同的角度感受印象派画作的艺术之美 前两年我们举办了会动的文艺复兴 创造了一些不一样的展览内容之外 我们这次特别利用印象派一百五十周年 我们打造了更不一样的沉浸式体验 包括我们打造了一个非美欧洲博物馆的画廊 第二个展区我们是把巴黎的歌剧院 用同样的造景用光影的方式来呈现 第四区更特别 我们打造了一个直径15公尺 高度540度的沉浸式投影 这个构想是来自于巴黎的环形菊原美术馆 菊原美术馆里面就是把墨内的画作 整个用环形来表现 我们这次特别打到这样一个空间 应该是台湾第一次这样子举办的 印象派画作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强调光跟影的变化 捕捉光影变化的美感 那用沉浸式体验可以更好地把这样的特色表现出来 同时经过会动的这样子动画的一个处理 可以让观众更沉浸在里面 尤其是对画作不是很熟悉的人 他看到这样的题材他更容易融入其中 展览分成四大展区 第一展区黄金印象 以图片、影片、圆寸仿真画作 及AI还原范古等多元方式 带领观众认识最具代表性的画作、画家 第二展区花都风情 重现巴黎各剧院的光影剧场 由马奈、窦家、雷诺瓦等画家 将当时的生活百态一一入化 第三展区光影之舞 将印象派光影元素在巨大的进屋中 如梦似幻地展现出来 第四展区四季之歌 观众将在仿造巴黎菊原美术馆的 原型展厅中 透过沉浸式的体验 感受名画中美丽的季节与景色 我们这次的内容是跟欧洲的内容商合作 我们跟36个博物馆美术馆分别取得 200多张印象派名作的授权 再把这些画作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可以讲说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欧洲人对印象派的理解 其实是比我们深入的 所以包括在光影的应用 在动画的应用 在音乐的应用 还有我们场地空间的一个设计上面 应该都有很独套的不一样的 跟过去展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得到耳熟共享 这样的一个体验的 虽然是用四个不一样的主题 下去去给大家做介绍 但同时也是希望 用这样四个不同的呈现方式来去呈现我们在印象派时期里面 每一位大师的诸多画作以及诸多作品 首先第一个是想要介绍我们的展览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 因为印象派这个主题 它其实不是很常见的 那我们印象派150周年 首先第一次我们分成了四个大的主题 第一个大的主题将会是以黄金印象为一个主题 用我们的复制画也用我们的影片下去去1比1的还原每一个画作 不管是我们的范古啊 莫内啊 雷诺瓦啊 秀啦等等的印象派的画作 都会在我们第一个展区下去做呈现 那它其实看完了之后也发现我们的策展模式 其实非常像是我们欧洲所有的博物馆美术馆所呈现的方式 第三区的部分我们的主题叫做光影之舞 它主要表达的其实是以范古为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点 那大家也知道范古的画作其实都是偏向于是很像是一个梦幻的情景 当梦最后醒来了 就会是进入到我们第四区了 第四区将会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主轴 会是一个环形的童影 以一个圆形的模式下去去表达印象派所有的画作 那我们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在参展的时候可以坐下 或是说用你自己喜欢的参展方式下去去做参展 让你自己也活在这一个画作里面 让你自己可以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沉浸式展览里面 3 2 1 请节目 展览还特别制作一幅高四公尺 宽五公尺的立体还原画致敬墨内莲池 以最新科技还原展现墨内画帘的油画纹理 笔触与层次 不仅可以观赏 也可以用触摸来体验画作 我们认为艺术是要大家都能够耳熟共赏的 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些朋友因为生理的限制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艺术之美 特别是视障的朋友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国内的一家高科技的艺术公司合作 用高度还原的立体画作的一个方式 打造了一个高四公尺宽五公尺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巨幅的画作 可以让观众近距离的看到这个油画里面的这些纹理之外呢 你还可以伸手去触摸 尤其对视障的朋友 他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跟那个厚度 他有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推动这样的艺术平权的事情 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艺术之美 印象派150周年光影艺术展 即日起在华山文创园区展出至2024年4月7日 邀请观众穿越时空 体验画家捕捉刹那及永恒的感动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为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睽違多年没有在台公开露面的莫文卫 带着幕后光年特人现身 透过影像呈现出到30年的点滴 展现对家人满满的思念 与感谢粉丝的支持 由莫文卫父亲亲自撰写的文称五位介绍 极贴切地形容了莫文卫的名字 个性和演艺生涯 还有莫文卫的演唱会 唱片封面 杂志等多幅珍贵影像 组成的大型拼图墙 这是他出道30周年的巡回特展 他也特别到场分享策展理念 今天就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 所以最近都在榜了 就是这个展览 就是今年都是在筹备这个展览 我们首先是在香港举办了 然后到北京 然后现在到台北这里 然后因为都累积了30年的很多的 一些点点滴滴啊 作品啊 回忆啊 所以真的要挑选拿什么东西来展现出来 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们一般在家里的时候 整理都觉得会陷入那个回忆当中 30年要选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这一定都是精挑选 而且我是一直收藏很多东西的那种人 而且以前刚出道的那个90年代啊 还是我们会拍照 然后洗照片出来 然后我家里有一堆的照片 然后粉丝也给我很多的一些小东西啊 小礼物啊 然后我也 都留着 都留着啊 信啊什么的 很多东西都留着 对然后 今天其实这个展览 我最想 就是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多年前 拍的一本写真集 就是文成五味 因为那个年代也是 出了可能几百本的书 实体书 然后卖完 而且是给慈善筹款的 然后卖完就没了 绝版 也那个时候也不是 不是现在 就是这么容易可以在网络上 跟大家分享 所以那些照片呢 超绝的 可是就很少人 有看过或者能就是 慢慢的这样去了解 照片背后的一些意思 所以这次想透过这个展览 来跟大家 重新的分享 我当年拍的那些照片 图啊 一些简报 全部是我自己挑的 自己选的 因为我就是从入行到现在 我妈妈会帮我做简报 所以就收集了 几十箱的简报 历年来的一些 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我这些选的 基本上都是 跟台湾特别有关系的一些回忆 比如说我 就是拍MV啊 出第一张唱片啊 第一次在 那个足球场看演唱会啊 拍广告啊 那个摩托车啊什么的 全部都是在台湾 发生的一些 点点地 由国际摄影大师夏永康 为莫文蔚拍摄的 文成五位绝版写真集 其中四幅经典照片 更以AR技术 再度展示在观众眼前 每一张照片都有 莫文蔚的故事 还有由他构思 以传达保护地球 守护病危动物信念的 原创虚拟漫画人物 莫猫宝贝 也出现在展区 这个我就是画成一只花豹的 那个照片呢 就是因为我的名字 文蔚 其实是来自 易经的一句话 就是君子抱变 齐文蔚也 然后是我爸爸 就是给我取的名字啊 然后是他解释给我听 就是人呢 就是随着时间 你就会像豹子一样 他们身上的花纹 会变得越来越漂亮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哇原来我的名字这么酷的 那我当时就觉得 我一定要用照片的方式来 解读我的这个名字 后面的意思 所以就把自己画成 就是那个豹的花纹 画在身上 然后就拍了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然后旁边的一张 哇我记得那个 全身若文蔚对不对 是经典 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典 对就是 对怎么看都很好看 自己说是不是 是是是 而且也不会再有这样的照片了 真的为什么 我做过的东西 我就不想再重复 而且在 那个时候就是 哇就留下来一个 这么漂亮的照片 我觉得就 把它就一直留在那 所以那时候拍之前 有没有思考再三 还是就说 这是一个好一点 我们就做了 我其实 我很多的决定都是很 很即兴的 就是当时 因为重新开始 就是在音乐上出发 然后 当时签了滚车唱片 然后就 来发一张广东专辑 所以我们就想说 可以用那个 全身跟全心 在广东话 是同一个发音 所以就想说 这样子就很有意思啊 可以就是 我们叫做全 其实想说是全新的末尾 在音乐上出发 然后我就想到 那我们用身体来 来带出这个概念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全裸来 这样躺在沙发上 就是拍一张照片 然后上面公司听到 哇 怎么会 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觉得很好 好啊 赶紧拍 赶紧拍 我们这次的展览 叫做末后光年 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希望就是我们的作品 就是它应该可以 不被时间或空间的限制 所以就希望我们 就算这么久以前的一些照片啊 作品啊 我们也现在可以用一些 透过一些新的技术 然后来重新品味 然后或许会有新的一些体验 手机啊或者iPad啊这样 scan这个二维码 不用写了 不用 不用scan了 不用 我们就对着照片 你就要有一个App 然后scan它 然后 然后 对 看得见吗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爆纹在闪闪发亮 对对对对 那个爆纹哇 就是发光的 然后有金粉这样飞出来 就是 也是我们一个合作的款 然后它很有意义的 因为全球只有三百条 然后每一条就会有一个号码 那我今天带着的这个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很小了 然后是 那个号码是一八六 嗯 然后呢 为什么选这个 是一六发的概念吗 也不是 不是一八六 为什么呢 因为在 二零一年的六月十八号的时候呢 本来六月十八号 就是我以前我爸爸的生日 哦 对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 对 然后当年的六月十八号呢 就是我上次拿到金曲奖 哦 的那天 对所以就 就觉得 好兆头 所以你就先把这个一八六 对 特展城区串起它的过去 现在未来 希望能莫忘初衷 呈现其后 孟文卫透露 明年有考虑办演唱会 由于不想唱的太密集 场次应该不多 但直呼 台湾是必须的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湾正快速迈入超高龄社会 常常是每个家庭都会面临的问题 伊甸基金会 攜手公益大使卢广仲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社会大众关注 牢牢照顾的辛苦 与家中长辈感情很好的卢广仲 这次受邀担任伊甸公益大使 与高龄九十岁的长者阿与阿嬷 一起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民众疼惜身边长辈和照顾者 在被照顾以及照顾者 这两种身份当中 我觉得其实都很不容易 所以希望长辈们在累的时候 就要休息 因为你们如果太辛苦 我们也不敢 我阿嬷生前很喜欢唱歌 然后以前我阿公都是 我都是看着我阿公 在看我阿嬷唱歌 就是我阿公不唱 他在外面听我阿嬷唱歌 那自从我阿嬷离开之后 我阿公就 他就突然变得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透过这个 唱歌这件事情 来缅怀阿嬷 所以我在阿公开始很勤劳练习 他加入社区的那个 老人卡拉OK的一个团体 所以我到时候就很常给他唱歌 然后我在会谈吉他之后 我还会帮伴奏 我跟阿公你要 我拿一个歌本给他 他说你要唱歌 我帮你伴奏 能够参加这个拍摄 还有这个 伊甸的这个 老人照顾服务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自己 我家里 我爸妈也是快要七十岁 然后我阿公也是九十多岁 所以这个 老老照顾的这个 这样的事情也是发生在我自己 以及我们每个人在未来都会面对到 所以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影片 还有这个活动 可以让社会大众去了解这个状况 然后能够给予资源 然后让更多专业还有多元的服务 可能照顾可以去帮助这样子的家庭 卢广仲 与阿与阿嬷一起做棉花糖 两人笑得好开心 个性活泼的阿与阿嬷 两年前中风复发 需要照料 年过七十的女儿 为她找到伊甸托老中心 阿嬷一开始还很排斥 经过中心人员细心照顾 加上交到许多朋友 现在阿嬷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她去那边的时候她很开心 是 她每天下课的时候 回来都会把地方给你分散 有人跟我搭讪啊 搭讪啊 我会想说我今天在中心 老师上什么课程 我还做什么运动 她老人家运动都是我鼻手挂脚 就对 她有去做中餐这样 对 然后在每天她里面有好多同龄 你们的那个室友 是 所以她也在那边很开心的 大家交官友聊天 对 这是这样的事 那后来她的身体在中心 这一段时间也慢慢的稳定 是很好 一切都健康 是真的 因为刚刚说 年先去中心的时候 走还是没有办法走 对 是 那那就这样子健康 我会很开心 你去上课的时候 什么课程是你最喜欢的 每个人都好 每个人都好 对 每个人都好 我都不来来 做三个人都好 好 好 你很高兴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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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高兴 我先来 等一下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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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那在台湾 等于说 我们原来从大家庭 变成核心家庭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 就是一代照顾一代 那就变成是老老照顾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年龄增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我们活得久的时候 我们更希望能够活得好 那等到长辈慢慢老化 他有一些照顾需求的时候 那基金会目前有提供两种服务 一个就是我们去长辈家里 就是我们讲的居家服务 那协助长辈的日常生活起居 包括比较重度的长辈 可能帮忙他洗澡 还是煮饭给他吃 还是他有复健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是依据医师的指示 提供他一些复健的一个运动 那有一块是我们在社区有做很多 所谓的老人的日托 那长辈可以来这个点 他就走出来我们提供交通的部分 然后让他进来了以后 他在社区他就可以在这个老人日托 接受我们不管是来自身体上的照顾 还是是生活上 还是说他的兴趣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渴望在自己熟悉的地区 因为里面有老朋友 有你知道的你喜欢去哪边吃东西 你个人熟悉的环境 不管是人事物就在这边了 所以我们希望长辈他是在地安老的 然后我们在社区提供足够的支持 让他真的是在有生之年 可以多在社区 留到最后真的是不行了 才进医院 才到我们所谓的 比较是离开家里的那样的一个地方 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 让他能够留在社区 变老并不可怕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 支持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陪伴长辈在熟悉的社区中快乐慢老 守护长照家庭的米亚仔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捷运和日本卡通公司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周年 结合布丁狗 美乐蒂 酷气儿 蛋黄哥 在捷运南京复兴商品馆 与大家相见 国际盟教主Hello Kitty 出现在捷运南京复兴站 台北捷运公司 与日本卡通公司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岁生日 同时推出限定联名商品 也举办见面会 让粉丝可以一同合影 因为喜欢Kiki啊 喜欢很久了 家里一堆Kiki 因为我们想要跟Kiki合拍 然后我们大概12点多到吧 锁定娃娃 对 娃娃大小的娃娃 还有悠悠卡 是家里可以用的 然后或者说摆件 就是很多种类啦 我们除了在捷运本业 我们提供更安全 更可靠的捷运系统之外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旅客 更丰富 以及更活泼的一个 搭乘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今年 刚好Hello Kitty 今天刚好她生日 我们也是她50周年的一个 这个日子 所以我们也跟她来做一个合作 那这个要谈到就是10年前 当她40周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她合作 那在我们猫口缆车那边 我们发行了很多联名的商品 很受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 那这一次50周年 我们跟她合作 我们也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商品 那3DO这边 它也特别为了这一次联名限定 有很多单独的一个图案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合作厂商 也开发了66种的一个商品 到时候我们会陆续推出 希望大家都能够会喜欢 我们捷运商品主要是以捷运的一个严肃 或是捷运的一个意向 跟我们的一个伙伴一同共同来开发 那比较受欢迎的 包括像我们的轨道列车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具等等 那我们也接受这个厂商这边 他们的提案 那提案只要经过我们审核以后 这个就可以在市面上来贩售 联名系列商品包含悠悠悠卡 文件夹绒妈娃娃及吊饰等 另外也在捷运站设置 梦幻打卡墙公民中拍照 不仅有Hello Kitty 布丁狗 美乐蒂 哭泣儿 和当黄哥 都在闸门区 地板及旅客询问处等着大家 我们从民国85年3月28开始营运 我们第一年每天只有4万人 我们现在一天可以再大概 最多礼拜五可以再到236万人 所以各位可以想见 这一下子从4万变到236万 人流就是金流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旅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Hello Kitty的好朋友们 已经还在那边 要等着待会要一起参与活动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知道在这里 这个地方正好是南京复兴站 是的 而且正好在我们的复费居 和非复费居的中间 这里我们后面有一排的商店 Metro Corner 都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 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台北捷运 安全可靠舒适便捷的一个服务呢 来给大家做最好的大众因素服务以外呢 今年我们特地 除了今天我们有这么多项 60多种的联名商品以外 当然今天是先拿出20几种 我们后续还会陆续的推出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三立欧给我们支持做了一列 在淡水县的一个彩绘列车 也跟大家报告 这个我们六大主题的明星 对不对 做了Hello Kitty 是 美乐蒂 是 还有大二狗喜拿 没错 对不对 是的 酷季儿 对不对 还有蛋黄哥 蛋黄哥跟布丁狗 还有一个布丁狗在这边 超可爱的 一共六个 在六个 六大明星呢 会跟大家一起同乐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想过 为什么Kitty她的左耳上有带了一个蝴蝶结呢 这个如果是Hello Kitty的忠实粉丝 应该马上脑海就会冒出这个答案来 其实答案是啊 这个蝴蝶结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也就是说 Kitty的蝴蝶结 它是代表着人心跟人心的连结 那是串起全世界人跟人之间 人跟地区之间有爱的一个象征 那我们3DO集团在2021年 有新设一个企业的愿景 叫做One World Connecting Smiles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藉由创造每一个人的笑容 并且透过把这些人的笑容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快乐的环 那从而达到说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和睦相处这样的一个企业理念 而我们家Kitty的这一个蝴蝶结 正是这样的一个愿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含义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回归到现场 台北捷运呢 当然它也不仅仅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 台北捷运它同样是连结人与人 人与城市 人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每天我会看到无数的通行族 来自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那他们搭乘了台北捷运 往来每一个繁荣的城市 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各个城镇里 那或者是搭乘台北捷运回到他们温暖的家 交织出无数的这个温馨而感人的一些故事 那我们非常开心的就是说 今天可以由Kitty 带着美乐蒂 大耳狗 哭气儿 蛋黄哥 还有一位 大耳狗心啊 布丁狗 这六位三地欧明星家族 那一起让他们可以成为 这个人心的结合 以及有爱安心的一个象征 一起跟着台北捷运 带给更多的乘客们 更欢乐的一个搭乘体验 除了联名商品和捷运站的彩绘装置 也打造梦幻的捷运彩绘列车 在淡水新一线起航 欢迎民众透过捷运APP 掌握列车动态资讯 与可爱卡通明星同游台北 记者问运台北报道 激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处 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大五人区一处私人停车场 去年12月底遭到窃贼连续窃取爱心捐款 向内的财物 嫌犯洋装成清洁人员拿扫把扫地 辖区内的大五人派出所 正调阅周边的监视器展开追查 画面中男子拿起扫把认真扫地 看起来很勤快 但下一秒却变成了窃贼 偷走一旁 爱心捐款箱里的发票和现金 是看他五点来一次 七点来一次 对啊 翻了一次 然后有客人来 还有假装按个车牌 到完就假装扫地 对啊 市区出现了捐款箱大盗 捐制器清楚拍下 男子将捐款箱放倒之后 从里面取走发票和现金 而他得逞一次之后 实随之位又来偷第二次 行径相当嚣张 突然间有一天移位置 然后后面这个 隔壁被破坏了 对对对对 啊 里面的零钱居然不见了 对啊 所以就感觉怪怪的 就去掉电视器 警方调查 大五轮地区一旁的停车场 去年12月30号 发生爱心捐款箱召窃 一名男子一天内 连续偷了两次 停车场业者察觉异状 在案发当天 就立即通知 放捐款箱的公益团体 那是三星人士的心意 要怎么变成是小偷 要偷东西的工具 所以是造成我很困扰啊 如果常来 搞不好改天你我这 那个缴飞机都拆了 非常感谢停车场的业者 在第一时间呢 就是有发现偷窃行为 而且报警处理 那也很感谢这些店家呢 都可以一起来协助我们 守护这些在外面的发票箱 那其实呢 偷取发票呢 是属于公诉的行为 那希望呢 解体单位呢 会依法呢做处置 近年来呢 发票的捐助呢 年年在衰退当中 那其实如果被偷的话呢 就形同雪上加霜 那创世呢 很珍惜每一张捐助的发票 那也希望呢 在大环境 景气不佳的情况下呢 资源又募集 不是那么容易 那希望说我们的民众呢 还可以持续的捐助报票 来帮助这些弱势 雖然嫌犯只得手几百元 但偷的都是民众爱心 不该被纵容 目前警方已经展开追查 要把证明捐款相大到 绳之以法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在副议长杨秀玉的牵线下 新北市平溪区孔明庙 多年前从大陆 四川成都武侯祠 引请供奉的孔明神尊 将在1月6号上午 住驾七度庆祭宗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将到场 主办单位当天也会准备 150个小天灯与民众结缘 希望为七度带来更多的人潮和商机 天灯又称为孔明灯 相传是诸葛武侯孔明所发明 也象征孔明的智慧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和七度庆祭宫主委柯金彪 一起拿着精巧可爱的小天灯调试 表示 1月6号早上 民众来庆祭宫 参加孔明神尊住驾的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和主办单位 准备有奖征达的150个小天灯 和同样相传是诸葛武侯孔明 发明的馒头 也将准备300个 另外还有军师护身军牌30个 作为和民众结缘的小礼物 更希望象征智慧的孔明神尊 住驾七度庆祭宫这段时间 可以和林宴的七度马 一起为七度周边商店 带来更多参拜的人潮和商机 在三国这个诸葛孔明是非常聪明 是一位足智多磨 也算是非常聪明的一位 可以说是全能的政治家 军事家 包括他发明了相当多的一些产品 包括我们十分的孔明灯也好 包括馒头 包括牛马车 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个诸葛孔明 他的一个智慧 能够就是说教育我们下一代 在这个品德教育也好 包括我们这些各工商 这个各界的这个团体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这个疑难杂症 其实可以来跟孔明借智慧 那也希望说我们七度庆祭宫的这个七度马 也非常灵验 可以来弘扬我们这个就是孔明的智慧 还包括我们七度马的慈悲心 那也谢谢我们主委搭起这个桥梁 那欢迎在云月六号十点 可以例领我们七度信机公 那这个活动 我们当天有这个赠送这个饅头三百颗 还有这个天真一百五十颗 包括这个我身当带的这个 诸葛孔明的这个军令牌 那当天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活动 还有一些抑制游戏 欢迎大家来参与 那七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欢迎大家例领现场 然后到我们妈祖七度马这边来住驾 为地方的各种欢容 大家来共享盛情 那我站在庙方的立场 我们七度马的立场 我很欢迎 诚挚的欢迎 所以才有营业六号 他定在那一天来住驾 然后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 来推展这个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 我们除了基隆 也希望全省 有知道 诸葛可行 这个 这尊神尊在这边 都来这边炒拜 大家长智会 各行各业都有长智院 来发挥自己的力量 无形的力量 谢谢 在机动市议会副议长 杨秀玉牵线下 新北市平溪区孔明庙 多年前 从大陆四川成都 武侯祠 迎请供奉的孔明神尊 1月6号早上将 住驾七度庆祭公 包括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以及拥有财经专业背景 被称为前国民党大掌柜的刘泰英 都将到场参加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